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申西湖南人士早年在孙中山大远府任职 后中山先生创办黄浦军校 为了在军事上更上一层楼的蔡申西 决定报考黄浦军校 天资聪慧的他顺利地成为一期学员 对时我党陈庚 徐向前 左权都是黄浦一期生 在学校他结识了左权 成启科等人 后来也受其影响加入我党 在黄浦时期 他参加东征陈炯明战役 因表现出色寿 到蒋校长的看重 称他不愧是黄浦学生 然而 在北伐战争一一结束 蒋介石开始翻脸了 制造412事情 大量逮捕我党人员 这时 蔡申西离开蒋介石加入南昌系 当时他担任二四师参谋长 指挥红军站南昌奖局 把红旗插遍整个南昌城 随后 汪精卫让张发奎 朱培德等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